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玩,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各位好玩,大家好 好,我是新鐵州的副市長,我叫做王顯傑 謝謝 我們今天要講的題目,一樣是萬里長城 萬里長什麼?這有萬里長 萬里長我們要聽,聽不完 我們如果愛台灣,我們要用心為台灣 愛台灣有很多款 歐巴馬也說他很愛台灣 對不對?習近平也說他很愛台灣 甚至文家寶、鄧小平都說很愛台灣 馬英九更愛 馬英九怎麼愛台灣呢?他說華成輝 都會變成台灣人 要等他華成輝 我們要用心為台灣,不然要愛台灣 大家都愛台灣,沒有人沒有愛 我們今天要來參加 這是我的名字 我這個王顯傑 我是第一次的高級版 我們今天要參加 這張相片我們不知道怎麼看過 這個人,這個版本龍馬 版本龍馬這個人 他歲小的時候 說比較難聽的是膽小鬼 但是他膽小 有一點好處 苦惡很多 他的心思很細密 所以 比較大小的小孩在修夥的時候 他不敢外 他的人 想很多 他的頭腦很好 剛開始的時候 他跟他的頭伴說 現在 我們都要走在長的刀 長的武士刀 在抬的時候 一個抬就馬上抬就立了 所以他走長的刀比較有力 那時候所有人都換長刀了 長的武士刀走不久 他又說體重 要走跌 跌 你如果走長的 這個走起來就去戳到老頂 戳到天花板 所以他走長的刀 太沒到對方了 要換長刀 大家都換長刀了 他說這樣不對 他體重更先進 他說 我們現在大家都要換長 所以他修夥這項上 他現在所有修夥的上 手都插在這裡 插在這裡 插在這裡 就是表示他這裡有創一支槍 隨時他抬起來就要碰 插在這裡 有一點好處 你再長的刀就不好 我穿起來 你看你 所以他的人可以接受人心的觀念 穿起來之後就解決了這樣 所以他拿槍 到最後連槍也不好 他說怎麼說 你槍 你打我 我打你 一樣 到最後都一定有一種最夢 很簡單 連女孩子都可以用槍 所以以後用刀沒有用了 要用槍 要學西方國家 這樣才會發展 所以他就提倡 要萬國公法 他說全世界都在修這個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上頭規定是什麼 規定說 暫領不能移轉租款 暫領不能移轉租款 這個觀念 是他們先進的國家 經過幾百年的營進 你打我 我打你 暫的德國打英國 英國打德國 法國打英國 打來打去 到最後 沒辦法了 怎麼說 只要有一天我的武力比你更強 就會發生戰爭 我就想要贏你 只要你有一天 如果比我更強 你又想要打我 所以這樣全世界 沒有好平的一天 所以他們先進的國家 就研究這個萬國公法裡面 萬國公法一個規定 全世界說這樣有利 他們先進的國家說怎麼有利 暫領不能移轉租款 你看怎麼打 我就想現在打輸你了 你也不能將我的變作你的 就算我打贏你了 我也不能將你的變作我的 我敢來當你的政府換人 這樣 下一次我就沒想要打你了 我打你變作什麼 我打你也不好 也不能將你的老的變作我的 你也不想要打我 你如果打我也不能變你的 所以說 老爸這樣世界才會和平 你如果沒有一天都只在戰爭而已 所以這個版本龍馬 他看到很遠 他說這穿老爸也變不好 怎麼說不好 大家老爸無法就要穿這樣別人了 所以萬國公法 所以版本龍馬 他就推行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的時候 有這個英國人 在跟他們帶頭 版本龍馬在這裡 他推行明治維新 就是全收萬國公法 全收萬國公法 日本就做一塊強 他們那時候就開始大家都用槍了 武術都 武術都對他們來說是要自殺英 對不對 武術都他們是要七百自殺英 真的用的都是用槍 所以日本那時候做一個強 強之後 我們知道 這個清國 台清帝國 他也是全收萬國公法 這個人 是美國的傳教士 頂提糧 應該是提糧還是衛糧 這個人 也從萬國公法 譯成中文 其實那時候是漢文 萬國公法 譯成中文之後 清國 怎麼有全收 怎麼有全收 我們聽到看正記 為什麼要簽罵官吊佑 阿官吊佑的原因在這裡 這是那時候他喚好的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 那時候都好像分六尺 在清國的時候 日本有問清條 問清國說 這條線 是到底算在中國的還是 清條的種子 他回答說 條線雖然是我的藩屬 但是其內政外交 聽其自主 我朝啊 相不於問 這是清條回答日本的 所以說 你如果要跟韓國 有外交關係 那是你跟韓國的關係 跟我清條沒有關係 所以 日本就直接去找韓國了 去找韓國之後 那時候 就發生一些事情 因為清條 他會覺得 嗯 這樣你好像 沈黏到我的管理 日本就說 你自己說的 你自己說 外交 跟內政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所以 那時候 日本 就去 去 韓國 進出通商的潛力 韓國 那時候清條 也是 進去裡面 進出通商的潛力 那兩個就發生 衝突 衝突後 就發生 封島海戰 封島海戰 就是 架五戰爭的前兆 英國官方 最後做出 集成高僧 高僧就是 那些建岩 那個 清國的建岩 符合國際法 不予日本譴責 那就是 那時候 封島海戰的時候 建政 建後 英國的社會 感覺 日本 好像不對 你去打人 清國 不過 最後 英國的政府 他說 他符合 國際法 常常 現在 那個 中間 都跟我們說 哪有什麼 國際法 國際法 自萬國 共法庭 就有了 說沒有國際法 這是沒有人 在跟我們騙 在七月二月 那天 不是 日本的陸軍 建軍 進攻的 牙山 清國的兵 發生激戰 清軍不支 退向平壤 平壤就是現在 那個 北韓那裡 北韓那裡 清國跟日本相逢 正式 選戰 我們知道 這就是 國際法 國際法規定說 要戰爭 要先選戰 不是說 法打就打 國家跟國家戰爭 是核心的大事 所以 一定要選戰 選戰 要有立志 時間 譬如說 最簡單的 美國 和伊拉克 在 每時 每日 要導航 如果沒有導航 我就開始跟你打 那就是選戰 他不能說 我現在要跟你打 要開始打 不是這樣 要跟你 每時 每日 開始 伊拉克 我美國跟你打 之後 不能把伊拉克 變成我美國的了 對不對 伊拉克 也是美國 不過 伊拉克的政府 我幫你換人 我幫你換伊拉克的人民 自己組合的政府 我在 華盛頓 你組合的政府 幫你刷回伊拉克 符合我的 條件的政府 所以 伊拉克 那時候 也是去前線 柯威特 對不對 從柯威特 所有的都收回來 柯威特 那時候 很多 遊艦 伊拉克 從那個遊艦 都收回來 他說 這遊艦 都同意我們島來 都投我們島的遊 所以 伊拉克 也是我 柯威特 也是我伊拉克的地方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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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沒辦法 沒辦法變作業的 美國 將他給他看 看完之後 柯威特 將那個遊艦 也是 他把他放火燒 美國就把他打花 打花 打花那個遊艦 的火 美國好像花了 兩三年的時間 如果要打花遊艦的火 那個技術 那技術 不是那麼簡單 一把火 那大 在噴 那大 在島 要把它打花 用水是沾不花的 你看 美國在打花 這個遊艦的火 是用 炸藥 把它噴 噴石 好像在噴蟋子 這樣噴石 這裡有辦法 這個 九五戰爭 就是在 一百九十年 七月二五的 封島海戰 到八個月 開始選前了 日本天皇 發佈選前的教書 不過 清國 建書了 你選前後 建書 就是要負錢 因為他也沒辦法叫你 將你的清國變化 如果那時候 清國 直接完全都變成大日本 地國的土地 這樣就沒問題了 問題是國際法規定 不可以 那時候 當中建高高的 是怎麼做下官條約 所以 所有的條約 簽的順 都是用 那個地名的所在 合作名 下官 就是在日本的 一個小鎮 他的旗 是下官室 在 簽這個 下官條約的時候 因為下官室的 界別就是馬官 他算在馬官比較大 中國人 覺得這樣比較有民主 他就改作 馬官條約 其實 政黨的 是下官條約 下官條約 那天 本來是要簽 在一百九五年的三月二十 這個市 是默默無聞 問題這天 全世界的報紙都在報 報什麼 報李鴻章去用暗閃 那天要簽的時候 日本人為什麼不一樣呢 在這裡 不想就好 怎麼要簽 和平條約 日本人 從 李鴻章 那天要暗閃 李鴻章 在旅館的門口 讀到主居所 當時 全國 去被 請記打到 要血流滿面 成為全球特大的新聞 其實那天我們問 不知道 那天 通訊不方便 特大的新聞 這我們一般都看不到 這就是 李鴻章 這他的兩個兒子 李鴻章 李鴻 和李鴻 李鴻 李鴻 這就是下官條約 下官條約 他會騎頭 也是什麼很簡單 就是 台青帝國的大風帝 陛下 和 台日本帝國的天風 陛下 頂這個和約 頂這個和約 很簡單 你和我頂的合約 你賣給我的車就是變我的名字 不可能變我的經理的名字 我的經理是在替我觀光師 我的車叫他塞 我的車給他公務用 車的名字還是我 這就很簡單 你的車賣給我之後就是我的名字 我的車就給我的經理塞 叫我的經理去塞 那頂頭就要規定了 什麼地方跟什麼地方 哪個地方跟哪個地方 下關掉的頂頭都要塞得很清楚 要點高喔 像我們家賣家 你賣給我家賣 你要說你們家到哪裡 人家拿來堆 對不對 觀眾拿來堆說幾平 幾平算得清楚 我們家的地界到哪裡 還是那個彩虹是不是你的 對不對 不可以說不是你的 順序賣給人 所以這個特定得很清楚 幾當經 一百十九度去到百二度為止 北委 二三度去到三四度之間的主導 管理主權 別切屬屬 農家的所在 連這些房子 工廠 軍區都一切高架 就像他賣我們這間家 他賣我們這間家 他賣不可以說 這個便所裡面的馬桶 那些沒有負責 不是喔 你賣我這間家 就是浴室也包括在來 剛房的設備也包括在來 冷氣要聽不聽 同樣的意思嘛 那清國的房地 比較不要連 怎樣不要連 因為台灣這半邊 不是他的土地嘛 他也說 整個台灣 完全都掛給日本天空 那就像 你賣我的家 很簡單 你們家的後面 那個菜圈 說太少賣我 我就想說 不對啊 你跟我說你賣我 你的菜圈 結果 我也想了 我也不記得 我想說 那也我的菜圈 結果我去賣菜 賣的時候 怎麼會奇怪 怎麼都有人來 賣我的菜去吃 對不對 明明你賣給我的時候 說後面 那是我的啊 結果 你賣的菜 都別人在賣的吃 那時候哪就是這個情形 這些高山族 日本天空 一直經營幾個台灣的時候 怎麼會奇怪 怎麼會後面 這些 都不聽他的命令 你們全國 就整個台灣 都已經掛給我了 怎麼會都不合作 所以 全國 他還要打 給他們這些 征服 怎麼征服 因為他們這些人 都要算壓鈴 下面有這個壓鈴 還沒有開化 為開化的地方 你要把他們征服 怎麼征服 像這隻壓鈴一樣 我們壓鈴要把他征服 進行 我們才可以 征服了才可以騎他 才可以騎他 才可以騎他 這隻壓鈴要把他放馬鞍進行 要先把他征服 你要把他征服 你要給這隻買 會溫順 就是要把他征服 這跟征服 跟愛情一樣 男女雙方 愛情也是一種征服 你冷靜是說 你太太的經歷 就經歷很簡單 還是你先生 帶你的時候 就很簡單 不是這樣 要適應 我太太要怎麼叫他 每天煮三餐給我吃 這就是征服 不是說我們兩個結婚就沒問題了 結婚就可以這樣快快樂樂生活了 不是 要互相征服 什麼叫這征服 愛情 用愛情來征服對方 對不對 這很簡單的事情 甚至 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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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是要把他征服 我們要用他的天性來征服 羊 豬 狗 雞 鴨 鵝 鵝 鵝 都一樣 你要用他的天性來把它征服 你知道 我們都知道這個雞 人家說 做牛要拖 做龜要穿 做人要摸 就是這個原因 做龜他的天性就是在那裡穿 青鶴腳的吃麵 做牛就是要拖 他才有人吃醋 不然你變鴨生 人要把牛訓化以後 他才會聽我們的命令 不然鴨牛 那是沒有辦法聽我們的命令 這就是征服 這外國人對這個征服 他們很早就有這個感念 征服 他會為綿羊 征服 他們將野人 跟征服做家全 所以很多的東西 這個鴨子 也是為野燕 征服之後變鴨子 所以說這個征服 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這個原住民 要怎麼征服 不是說打冰給他們打就好 你打冰去就像我跟我們太太 我要送玫瑰花去 對不對 我們太太我不會認識她之前 要先送玫瑰花 請她來喝咖啡 請她吃飯 這就是征服 天空 天空也是 要去派她的貴族 來跟原住民 高山族 通婚 再來 要教他們立義 教他們立文 教他們我們 我們台日本帝國是怎麼生活的 什麼生活習慣 所以這就是一種的征服 高山族的人也感覺說 嗯? 這台日本帝國 人家來跟我們 道庭生活 人家是派貴族來跟我們通婚 他們的文化 也比我們比較先進 他們的責任 也比我們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把它挖起來 負傷的尊重 負傷 他們外國人說 征服其實那是一種愛情 愛情 並不是一直結婚證書而已 結婚證書不保證愛情的結果 這個清國的方法 不是自己的殖民地 竟然不讓日本天空 我們要知道 萬國公法裡面就是規定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分割 只有殖民地 才可以分割 還不是你的神聖國土 所以那時候台灣是清國的殖民地 才可以分割日本天空 我們要有一個觀念就是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一定不能分割 就像我們人的神父一樣 你如果分割你的心臟以後 你就完蛋了 分割你的肝臟以後你就完蛋了 分割你的內臟 你就撞掉了 就是那個原因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還有這個自然法 不過 領土可以通過購買 得到 那時候美國購買阿拉斯加 購買那個 路易斯安納 都是用買的 阿拉斯加跟蘇俄購買 用720萬的美金 買蘇俄購阿拉斯加州 變成美國的第50州 路易斯安納 是跟法國購買 那時候 西班牙 跟路易斯安納做 那是差不多美國的 用一半的土地 跟法國 西班牙跟法國簽約 結果 一年後 法國 那個拿破崙將軍 他感覺說 我好像收不住了 跟紀念跟扁 收不住 沒有我整個賣給美國 所以 路易斯安納 整個路易斯安納做 賣給美國 這兩天我們再來講 關於阿拉斯加跟路易斯安納做 我們兩天再來講 下關條約簽約的時候 在春帆樓 這間 就變紀念館了 開樓 開樓宣言簽約的時候 那個 飯店 也是現在變成紀念館 所以一些簽約的 路線 路館飯店 都變成紀念館 現在這間 春帆樓也是 變日本的紀念館 這是當時 簽下關條約的時候 的情境 這是後來的人 做成蠟像的 我們都知道 中國人 老公爹 這爹爹 每天說 就只會變真 媽媽 說 習慣了就好 反話 講習慣了 好像就會變真話 這幾天說 學會長了 他說 學會長了習慣就好 就跟那個煤價 石油漲價的一樣 習慣了就好 媽英九 這633答不成 說三度道歉 強調633政見沒有跳票 對於專訪 造成外界的 誤解表達真心的歉意 真心的歉意就是 薪水要減半 他說薪水減半 我們是不負責任的 所以不用減半 上禮拜 我講課是說 長城窯 長城窯我們一定很少 這首歌 我們大家都會邀請 這個 萬里長城 萬里長 長城外面是故鄉 故鄉 高梁飛 大豆鄉 遍地黃金燒災 你有覺得有什麼奇怪的燒災嗎 長城的外面是故鄉 你給他想看 你的故鄉如果是在長城外面 那你是什麼人 是齊人嗎 金人嗎 滿洲人 玄培人 東夷 匈奴 長城啊 跟我們爸爸蓋的尾牆一樣 是不是 我們爸爸蓋的尾牆也很漂亮啊 不過我的客人 來我們家裡 我特地不叫他參觀尾牆 你的尾牆蓋更漂亮就是尾牆 就像柏林的尾牆一樣 尾牆蓋那麼漂亮不好 尾牆的目標是要做什麼 就是要關人而已嘛 關人的目標就是加到嘛 長城外面是故鄉對不對 你是這個人 還是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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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隨便哪一個 自己挑 不同的這個人 這個 四川 變臉 半秒鐘就可以變臉 千變萬化 馬上做中國人 馬上做台灣人 年明又變中國人 年明又變台灣人 甚至年天又變美國人 對不對 不能這樣 什麼人就是什麼人 不能有這個變臉 萬里當時 不用我們聽 謊話 有一天都會戳破 阿倫又覺得有香 所以 它會自己毀掉 不用我們聽 我們把它打破就可以了 我們講它的謊話 戳破 它自己就會毀掉了 所以 這本書是柏陽社的書 柏陽社這本書的時候 是資質通建 它名字就是 自毀長城 自毀長城 其實 如果我們老闆 中文的都知道 自己砸自己的腳 就是自毀長城 在1933年 12月26號 烏拉圭 烏拉圭就是在南美的一個國家 十九國 蒙特維多 有簽一個約定 國家權力公約 國家權力義務公約 這個公約 只有十九個國家簽 只有十三年 不過那時候 人 那時候他叫三三年 那時候十九個國家 是差不多占全世界的半數 簽這個合約的時候 大家有一個共識 就是 要成為一個國家 要有四個條件 這四個基本的條件 是一定要有才能做一個國家 第一個條件就是要有人口 第二個條件要有領土 第三個條件說要有政府 第四個條件說要有外交 算起來算很簡單 這四個條件 這個居民領土政府外交 不過 我們要了解 要成立一個家 也是一樣的條件 國家 國家跟家 是同樣的道理 你們家 你們家 你不可以 不知道說你們家幾口人 你不可以說 外交的人問你們說你們家幾口人 我不知道 我們家五個、六個、七個的 是不是 很簡單的道理 我家就四口人 我跟我太太 我兒子 兩個兒子 這樣而已 很清楚 有的再加上我的爸媽 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我家幾口人 不可能是小三太多的 那第二項 那第二項 這個領土 就像我們大的地方 你的娘套 你不可以跟人不穿不穿 像你大的 這個穿我 我的隔壁 你不可以說 這是你的房間 我們家 我們家到哪裡 我都知道 我們家四間房間 隔壁那間 是隔壁的 對不對 你不可以說 隔壁那間房間 那間我兒子要去住 可以嗎 不行 很簡單的道理 很簡單的道理 你住的地方 要穿廚 不可以說 像清國 那邊那間菜圓 也不可以 沒有穿 沒有廚 第三個條件 家裡 要有人賺錢 要有人管小 你不可以說 我們家庭裡面 四個都坐在那邊吃飯 對不對 很簡單的道理 你也要四個都坐在那裡 來 上帝會 數我家 數我錢 數我欠錢 不用行嗎 沒有那些事情 要有人出去賺錢 要有人管家 有人管小 我的兒子要賺錢 要錢 就是要管家 這很簡單的道理 對不對 就像政府 這個外交 就是 你跟储兵交往 你不可以說 我沒有要運行交往 來油谷交往 來菜菜 買菜 你自己種嗎 都自己種 米都自己種 尖山都自己用嗎 不可能 一定要跟外面有交往 要跟外面有外交 就是要有交往 如果你的储兵 甚至說 你親友 你住在高雄的親友 你住在配偶的親友 都要有交往 這個意思 一樣 所以這個國跟一個家 完全對你一樣 我們要知道 這個 既納 這個國家 他們 實行一胎化 一胎化 很多人就不太忌諱 所以他們官方的 資料 是說 他們現在有13億的領口 不過 全世界都把它勾結 他差不多16億 怎麼說 一胎化 一胎化的政策 一出之後 很多人 沒辦法 我心心的不敢補貨 一個補貨要發錢 多補一口 要發幾六十萬 不過 我不補就不確定 我如果沒有補貨就不用發錢 一胎化的政策 中國人 既然人 他的領土 你想 每一國 他四周的國家 都有領土的結婚 對上當兵的日本 就好 一個人 只說 尖閣群島是他的 釣魚台是他的 那如果 韓國 是那個 北韓的地方 那個 尖閣群 那 尖閣群 一天 尖閣群 尖閣群 那 蒙古 蒙古 也在來蒙古 跟外蒙古 在那裡 那 土耳其 斯坦 他們說 新疆 他們也說他們 對不對 中國人很奇怪 既然是新的疆土 就不是你的領土 就像萬里當時一樣 萬里當時 你蓋到這裡 你的尾牆到這裡 外面 一定是白人的土地 你不可能 你的尾牆 蓋在白人的土地 對不對 很簡單的道理 尾牆外面 的土地 一定是白人的土地 萬里長城 就是尾牆 這個尾牆 他就從外蒙古 他扶植成為獨立國家 內蒙 他還說 他們 內蒙在他們 鄉城外面 對不對 當土耳其 斯坦 就是他們說的 新疆 西藏 這個土博 人家自己說 他是土博 他不是西藏 中國人都說 他不是西藏 還有跟印度 也有糾紛 那個 領土糾纏不清 跟外南 也是國間 國間的地方 那裡也是有糾紛 只有三位 四十位 每一國都有糾紛 就是這個原因 這就是他的名堂 跟鄰居 都不清不楚 你的鄰居 如果自己不清不楚 整天都在鄰居 在鄰居上 你就累了 你這鄰居 明明就我去的 一直說你的 整天都在鄰居就好了 這樣生活感覺會快樂 第三點是政府 政府很簡單 政府 政府 你不能替這個 你的鄰居 你的好心 今天你要睡這間房間 你說不行 那間在便室的鄰居 那間你不能睡 你要去睡 那間 那間 你敢不敢這樣 你自己的兒子 死死了 這些房間 你自己睡 你要睡一間 你自己睡 你自己睡 我們到這裡看 你要睡一間 你不可能說 你一定要睡在鄰居 對不對 不行 你自己的兒子 你就是要照顧他 對不對 所以政府是要照顧人民 不是跟你犯座 說你為北京 不能刷去南京 沒有這間政府 你為北平 不能把他刷在天間 純純 不能把他刷在庚當 沒有那個政府 那個政府 這樣就是表示 他是不合法的 這個政府 你像美國政府 你 在普通你個人 就可以親菜 來刷來美國 官島的人 親菜都可以刷在美國 在紐約的人 特地可以刷 紐三姿 西亞圖 在你刷 日本也一樣 你要刷在哪裡刷 只有中國這個國家 不准你刷 什麼原因 因為 他們那些人都是居民 他們不是公民 你如果上網 現在網路很方便 直接上網去刷 中國公民 證件 你刷中國公民 身份證 他如果刷的 都是居民 身份證 跟我們的 中華民國的 國民身份證 一樣 那是居民的身份證 而已 不是公民 我們知道外交 你如果全居民 頭的都自己 沒錢沒錢 沒錢 怎麼會有好的外交 所以 這個國家 也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他沒有公民 跟中華民國一樣 他也沒有公民 中華民國的憲法 其實也規定的也很清楚 只是我們不清楚 他的憲法怎麼規定 中華民國公民 擁有 選舉 罷免 創制 護決 四個權利 不過 你們都不是公民 對不對 寫得這麼清楚 公民 才有權利 結果 你們也是去選舉 他叫你們選的時候 你們也是很高興 今天可以來選什麼人 選什麼人 小英 小英 跟支持 跟取消主 不過 你有想到 你不是公民 根據 中國的統計局公佈 在2022年底的時候 中國的林口所 總共13億5千萬 我們怎麼知道 他一態化政策 一實施以後 會變成什麼結果 頭一個結果 就是 我們的四世 他的四世 無憲侵侵侵侵 無憲侵侵侵侵 變成什麼結果 阿伯變無錢無錢 無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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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都是土皇帝 因為只有一個 你不疼他也沒辦法 阿伯也無阿伯 沒有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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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穿起來都沒有了 都回來了 我們再來唱一首 長城 來 萬里長城 萬里長 長城外面是故鄉 故鄉 是彎彎同胞心一樣 新的長城 萬里長 這新的長城 下面有這新的長城 外面是故鄉 外面是故鄉 為什麼會有新的長城 新的長城就是一種監獄 加到一樣 同樣 同樣 我們阿伯 蓋的外面 同樣 沒有 是只有插在那 沒有蓋那大 全霧 沒有那大 也沒有那漂亮 風景也沒有那漂亮 不過 我們家還有製造的 長城的旁 所有的手都掃完了 所以中國現在沒有大手 中國你去看 沒有百張大手 都在穿一張手 怎樣 他們大手都去做豬 因為 十幾億人 每一天要吃飯 要用多少香豬 法國人 第一次跟他們說 你們什麼時候 要改用刀叉 中國人說 為什麼要用刀叉 我們用豬 很習慣 也用幾千年 問題是 草子都做完了 連豬就沒有負責 連豬要做豬就沒有負責 這 布希跟他們太太 看見這麼大的家庭 很愛學 哪有一個說 叫一個 出兵的領袖來參加 我們家的偽情話 還跟他們說 我們家的地益就是到這裡 對不對 很清楚 我們家的偽情話到這裡 曲跟他們說 蒙古也是我們的土地 西中也是我們的土地 東土耳其斯坦也是我們的土地 這樣說得通 我們家的偽情話在這裡 好 我們阿祖 我們祖台去的 偽情話都到這裡 去幾千年 外面那是我們的土地 這樣對 他們搞不清楚 很多人搞不清楚這個道理 很奇怪 人家一看每一個看都笑得要命 什麼原因 你明明你們的偽情話到這裡 一直說那個外面你們的土地 這個 東柏林跟西柏林 東柏林 就是共產的 西柏林 西柏林 那時候德國戰敗之後 就去到這三個國家 獎領 東柏林 為了要奉集他們的人 走過來西柏林 所以 起一床 像 從西柏林 跟他圍起來 西柏林 是在東柏林 跟他圍起來 所以 變成一個價格 那個偽情話也起很高 跟萬里長什麼樣 一樣 一樣 這就是西柏林 東柏林 這整個德國 整個德國 柏林在這裡 柏林 是被圍起來 被東德圍起來 你看這 葉兒清雲夫婦 看到這長城 好好笑 真的好好笑 你叫我們來參觀你的偽情 我的客人 我的親情來我們家 我絕對沒叫他說 我的偽情話 蓋多漂亮 我叫他參觀什麼 參觀 我們家裡面 有什麼 寶貝 來看故宮 有什麼寶貝 看偽情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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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是相片 翻過來 這是東柏林 跟西柏林的兩個領袖 那時候要拆柏林圍牆的時候 大家已經達成和平和統一了 慶祝 慶祝 柏林圍牆 基本上就是 價格 這個 說到價格 這曼德拉 是 全世界說 整個價格最久的正地圍 總共整二十七年 他看到這個價格 這個圍牆 也是哈哈大笑 不過 這個 曼德拉 已經過世了 最近過世了 曼德拉 在1962年 開始桌到二十七年半 那些人都說 世界上 堅進最久的正地圍 這卡司廚去參觀 參觀長城的圍牆 不可以笑 怎麼不可以笑 他自己的咖咖也不哀 古巴 不可以去圍牆 古巴 不可以去圍牆 因為他四周都害 人民走越出去 所以卡司廚 不可以笑 他的咖咖 比較小一時而已 古巴 古巴 這個國家 原來很用 這個 這個 理想主義者 這個人 很出名 他的名 是 切格瓦拉 這個 一般 如果 如果 世界 戰勝率的人 都對他很欠賠 這個人 是 理想主義者 他說 你們 應當 永遠 對這個世界上 任何地方的 發生的 非正義事情 產生 強烈的 反感 那是一個 革命者 寶貴的 品質 所以 這個人 他將 古巴 打下去 讓古巴 獨立 之後 他就 這個也 醫生 獨立之後 他就 退休了 這個就是 古巴人的 偉人 這真是偉人 古巴島 他的民政 這麼大 差不多 台灣的三倍大 周圍 有一千六百幾粒島 由五個群島所組成 這就是古巴島 他沒有圍牆 整個古巴 台灣的三倍大 看起來好像很歲 如果說到古巴 我們就想到這個 古巴的棒球隊 台灣最強的對手 都在古巴 我們每次打 都跟這個 爭冠亞軍 所以 他們的 棒球隊 很用 古巴 是世界 堂冠 因為 他代替我們台灣 星山做堂 以前 台灣 是星山做堂 最大的 叫古巴 換掉 所以 他們的 物產很豐富 他們星山的 蘭姆酒 也世界的文明 而且 還有這個 哈娃娜的 雪茄煙 這個雪茄 更出名 全世界 共產國家的 領袖 都吃他們的雪茄 他這雪茄 最好的雪茄 都在他們 那 古巴 是怎麼來的 古巴 他的獨立 就是因為 美西戰爭 美西 就是美國 跟西班牙 戰爭 那時候 戰爭的時候 西班牙 戰術美國之後 從古巴 跟福利賓 葡萄 跟關島 擱浪給美國 擱浪給美國之後 美國 我怎麼有一個 因為 這四個地方 不是 西班牙的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才可以擱浪 那時候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所以可以擱浪給美國 擱浪給美國之後 你看到 菲律賓 他也很勇敢 阿虧 阿虧 他說 我們菲律賓 很勇敢 我們要獨立 美國也說 可以 不過 你要將 蘇比克灣 做我們 九十九年 到九十九年 古巴 就是 切割多少 獨立 獨立 美國也說 可以 你可以獨立 要將 古巴的那個 關塔 那麼彎 租給我 九十九年 加九十九年 葡萄利哥跟關島 就比較聰明 葡萄利哥說 我們怎麼就獨立 關島也說 我們不用獨立 獨立要做什麼 獨立 你就要自己負擔 就像我們的 世世一樣 你要獨立 獨立出去很簡單 你要自己賺錢 要自己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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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利哥人 比較聰明 我不需要獨立 你來給我 賺錢 很好 我歡迎 你給我做基地 要付錢 我沒飯吃 你要帶米包來 要帶牛排來 美國牛排 是很好吃 還要帶沒有瘦肉精 我才買 對不對 古葡萄利哥的人 也要賺錢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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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關島 也是一樣 你要在我這裡 做基地 我反映 要賺錢 這菲律賓 跟古巴 他們就獨立 獨立 獨立的人變怎樣 菲律賓都在做外勞 菲律賓 瑪利亞 瑪利亞很多 菲律賓的瑪利亞 如果不嫁錢回去 菲律賓的經濟就成長不了 菲律賓他們的經濟是 客馬利亞 撐起來 古巴呢 變做監獄 菲律賓 菲律賓就是在古巴旁邊 有嗎 菲律賓在這裡 這都在美國這邊 菲律賓 因為人 沒有要獨立 美國人 又要撐不住 怎麼說 要吃菲律賓 你就叫我給你送到尾 要吃菲律賓 要給你帶來帶 普通美國人 說這樣我會養死 你要帶來 對 所以 美國人撐不住 美國人說 你們普通美國人 要做一個選擇 你是要做我美國的五十一支 還是要獨立 結果 幾六十年來 幾百年 他們都沒辦法得出結果 怎麼樣 菲律賓的人很聰明 你知道我獨立後 要自己賺錢 最後 在那頂年 菲律賓的人 公投決定 公投 這菲律賓的棒球隊 怎麼很出名 公投的結果是怎麼樣 他們菲律賓也有 獨立運動 這個 蘿莉塔 雷布倫 這個人 提倡 普通利克 要獨立 不過 他在那九十年 已經過世了 這個人 帶領 獨立運動 支持者 去攻擊美國 眾議院 譴責美國 在普通利克 的殖民管理 但是 贊成獨立的人 還不到三成 在那一百九百年後 普通利克 一直作為 美國 未合併的領土 美國 普通利克的公民 擁有 美國的公民 身分 而且 可以在整個美國 自由遷徙 他們受美國 聯邦法律的耶穌 並且 繳納美國的 一些 稅費 所謂的 一些 稅費 就是 一些 很少的稅費 他如果說 完全跟美國人 公民一樣 那就不一樣了 他繳一些 是表示說 很少 在那美國國會 他沒有投票權 他如果要有投票權 繳稅 就一樣多了 對不對 在那全民的公投 他們選擇建造的 和獨立的 有80萬人 超過 61% 選擇獨立的 建造的 有47萬 43萬 獨立的 只有7萬幾人而已 所以 沒有達到 標準 所以 他們現在變得要建造 建造的目的是什麼 要將美國 美國 要將建造 美國的 他的法律 裡面 他只要將建造 才有辦法 加進美國 如果 加進美國之後 就不能拿出來 美國的法律是 美國的憲法是規定 加進之後 就不能拿出來 他 他 日本 一二年 白光新聞秘書 捷一卡尼 對新聞記者表示 公投的結果 表明 普通的人民 已經明確表示 他們想要解決 該島的政治地位問題 其實他們不想解決 是被美國逼的 被佔領多棒 被佔領 自己都 可以不用煮麵包 麵包都可以人家送來 卡尼建議 美國的國會 仔細研究 投票的結果 為 普通的人民 提供一條 清晰全新的道路 證明 普通的個人 可以自己 決定 他其他地位的途徑 美國也跟我們說 美國跟我們說 這一條路 你們台灣自治的道路 我們已經為你們鋪好了 你們只要 順著這一條路走 就可以到達目的地 所以 美國人在做事情 有一定的規則 他不是黑白灰 他會 把這一條路先開好 再走 清晰全新的道路 他把普通的個人 都已經規劃了 經歷這麼多的年份 美國南北戰爭了 在1869年裁定 加入美國聯邦 便是結成一種勞不可破的關係 美國憲法裡面 不允許各州 單方面脫離聯邦 這就是你既然加入了 就不可以退出 所以美國人 他說他不希望增加領土 但是你要加入 要依照憲法 所以現在變成美國人在艱苦 他們要修憲 要讓這個普通的國 加入他 加入成為美國第五十一州 問題是 來喔 美國的國旗 我們要知道 五十顆星 五十個星星 普通的國那一條青 要放在哪裡 所以不得放 所以美國現在在煩惱中 這條青要放在哪裡 所以 這關島 關島就是在太平洋 比較靠近菲律賓 我們記得說 每一次如果在做鳳台 都由關島這裡來 從關島哪裡來 關島就是在這裡 關島 美國也是把它作為海軍基地 它花多少錢 128億的美金 全面升級關島的 海空軍基地 將關島打造成五角大廈的超級基地 下面有這超級基地 全世界有四個地方 成租99年加99年 什麼地方 就是在古巴的關島那摩灣 好嗎 菲律賓的蘇比克灣 還有日本沖繩島的 移的灣 還有金鵝 在AIT的在台灣 所以美國人對這個灣 很有興趣 只要有灣的地方 他都感到有興趣 想要租99年加99年 所以以後 要合作灣 他才有感到興趣 灣 美國人特別喜歡灣 這是古巴的關島那摩灣 在這裡 關島那摩灣 他的民政 是117平方公里 是美國海軍的基地 多大 幾乎跟平鵝 平鵝是126平方公里 關島那摩灣是110千 幾乎跟平鵝那大 在菲律賓的 他做這個 蘇比克灣 他的空津基地 跟蘇比克灣 這都是他做的 這就是 那時候菲律賓獨立的時候 美國說 你這個蘇比克灣 要做到99年 還有99年 這日本沖繩 他的普天間基地 就是在這個蘇比克灣 普天間基地 蘇比克灣 加蘇比克灣 這就是美國 那時候沖繩 要海洋日本的時候 美國也跟他說 跟他們首相說 沒有 那時候跟外相簽約 簽說 你這個蘇比克灣 要做到99年 加99年 那時候 那時候 有一個首相 他說要把他拿回來 他很強的 他說 美國 你們在普天間基地 這邊的阿彬哥 都會欺負我們的日本女孩子 所以你們要趕快搬組 結果 美國拿那個 造育 你看看 他說這造育 我們跟你們造99年 加99年的 結果那個首相 你看看 辭職下台 什麼原因 因為他沒辦法跟他搬走 這就是AIT在台灣 AIT在台灣 在萊鵝金鵝路一百號 他起到 現在差不多要完工了 現在差不多第二期了 這個AIT在台灣 現在目前已經存45的人在當工 他由500的人 踩到現在存45的人 哪有需要這麼大 AIT在台灣有多大呢 AIT就是 美國 引台灣 這就是 為什麼他要來台灣設AIT的原因 因為 我們秘書長 還有美國之後 美國之後 美國的最高歡迎 有數 這不是說 最高歡迎做一次打招 他是一天打招 在初審法院的時候 他打招 六十四年來 本土的台灣人沒有國籍 再來到最高歡迎 他一直加上去 沒一庭 有一庭的結果 第二個判決 就是 本土的台灣人 沒有國際社會成立的政府 第三點說 本土的台灣人 夠大 還生活在那個 政治聯合當中 第四點 看說 在美國的行政單位 要主動協助 我們原國 協助我們原國 做什麼 要成立自己的政府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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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TACO 這個E-TACO 你們過的時候都不用錢 他自己自動就去扣 不過你的車上 如果煮兩點的E-TACO 他一次給你扣兩點 你如果煮三點 他一次給你扣三點 所以你一台車裡面 只煮一點就好 你不能煮兩點 那這個E-TACO TACO 什麼是TACO TACO就是他如果怕到的時候 他就無厚煙了 台ivas的TACO 爺爺煮 煮到你都看不見 中華民國就是因為他要照 所以要用這個TACO 给你煮下來 什麼原因 第一點 我們要知道 他TACO 是在中華民國的車牌裡面 才要認輯政府 對不對 如果要跟他的車牌就不用認輯政府 我們要知道這個遠通公司是民間公司 民間公司是沒有強制力來收我們的錢的 這個ETC是一種稅金的 我們本土的台灣人是不用稅 不用稅所以不用落稅金 所以我在車上割一張紅白我就不用落稅金 知不知道 經過一大塊我就不用落稅 你們如果要領他白白就要繼續落稅 這就是美國給我們開的路 他要讓你知道本土台灣人不用落稅金 那後代繼續落 會記得經過安排後就不用落錢 他太多方法要收你的稅金 過種的方法 一個幫你收錢後的收費員就抬頭了 抬頭後也有在自殺 其實哪有那麼麻煩 不用自殺來民政府吃頭路就好了 我們民政黨要欠很多人 對不對 這就是中華民國人 要叫你落的稅金 你如果不小心 紅燈右轉 超過白線 他就給你開一張 對不對 這就是稅金 你不懂得說紅燈不是稅金 紅燈是稅金錢 開一 vista 看法 你現在拿台灣好購購購物 台灣彩券 你不知道成功名衔 那是稅金 你要末稅金錢 那是稅金錢 不是稅金錢 Cheese 你多多多 多多多 我的負擔不會減輕 那是一種稅 不要誤會了 你就是你的中喔 不要誤啦 你的親家朋友裡面有什麼人中 我們看這張稅金 這張稅金 我們裡面 以前有跟你說 哪一國幫你收的稅 台北市政府 警察局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 監禮事件通知單 這是日本開給你的稅金嗎 那是美國開給你的稅金 那是中國 現在 所有的警察 公務人員 辦事員 他的政經上頭都沒有中華民國 你們自己回去查 你們一定有親家朋友 你的公務機關在上班 他的政經你叫他拿來看 上頭也沒有中華民國 連他開出來的法庭 睡庭 上頭都沒有中華民國 所以他已經要走了 要走了就把你創一個一袋子 把你撥下去 去那個 模型漆茶 知不知道 他唯一還有中華民國的在這裡 中華民國 96年7月12號 他這裡也可以說 日本天宏 天成幾年 對不對 這裡也可以說 西元2003年 所以這不是中華民國 甚至連他回的因 上頭也沒有中華民國 阿伯你要納稅金的時候 你叫他 收費賬 要知道什麼人收費 叫他把你回到中華民國 你看到有嗎 沒有中華民國 阿這 就是AIT AIT 去的地方 他用多少錢都要去 用62億的台票 阿這就是他要走 要走這樣 所以AIT 因為 美軍海軍陸戰隊要進駐 所以要蓋這麼大 要用這麼多錢去 我們兩天 再來說AIT 謝謝 今天就說到這裡 謝謝 各位學員 學科學困十分鐘 MING 謝謝